各位蜂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1年1月11日,首先这里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有纽世兰的二德台仰 大家好 还有我家产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除了来到大台《芒向编辑部》 还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冷器》 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一个《齐抗疫》、《拼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这一节就是想讲下 今天关于《齐抗疫》最大的消息就是 日本就发现了一种全新的19病毒 是和南非和英国不同的 是昨天说的 就是说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就说 在昨天由巴西抵达日本的旅客里面 有4个确诊男女被验出一种 完完全全不和英国和南非一样的19病毒 其实这4个人在11月2日抵达了东京的羽田机场 分别是一位40多岁的男子、30多岁的女子 和2位10多岁的男女 抵达时没有症状 但后来呼吸困难要住院 30多岁的女子有头痛 而10多岁的男子有发烧 但那10多岁的女子没有症状 但当他们进入机场时 就发现它是阳性反应 所以后来经过传染病研究所 你阳性啊? 调查出的时候 咦?原来你们都中了变异的病毒 而根据日本那边的通讯社就说 暂时不知道这种新款的传染力 感染后的重症程度 以及对疫苗有效性的影响 现在还在调查中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说 这种病毒在英国和南非所发现的那种情况 是有相同的变异的地方 但是结果呢 结果是不同了 由于现在出现得太快 出现得太快 所以未知详细的情况 当然因为这样 其实是令很多人对于疫苗的信心 是有些动摇的 那我当初呢 在英国说发生第一个有变异的时候 那些人就有些 咦?变了种? 对疫苗有没有影响的? 那些医学界的人就没有了 但是当南非那只出了来 已经有些人就说了 大家要小心了 这样说 但是当然了 这些声音就很快是静了下来 但是其实是否真的有影响呢? 那我们找了一些资料和大家分享 其实所谓疫苗呢 就是分两种 一种是传统的 就是中国用的那种叫灭活疫苗 另一种呢 就是比较新一些 就是说要零下70度储存的那种 叫做mRNA疫苗 那打个比喻 其实你当疫苗生产商 是一家茶餐厅 那很多人在那排队去的 那在茶餐厅那里呢 以前那个方法呢 就是你去到 托载东西 那那个人 就是那个档塔就收了你的托载 比如说领茶 他就写着领茶OT 弄进去 混吞面 那边就弄进去 那龙飞凤 没有你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 总之里面的厨师呢 撿到货 领茶冲给你 组给你 焗猪扒饭 焗猪 焗猪就弄给你 那他弄那些东西呢 就是需要时间 那弄完之后 给你打到身上 但是每一度呢 是需要时间去做 激发你身体 就是令到你的身体有反应 弄了那个病毒出来 让你的身体有反应 去抵抗他 但是现在这种呢 就是 等于在一间茶餐厅 哇 现在老闆见到你排长龙 那很简单 就用了新方法 在门口 就整个人跟你 和你落单 落完单之后呢 就加快的速度 就等到你一进去 立刻说你要领茶 入来了1号 给你领茶2号 不断给你快 那个方法呢 就是所谓mRNA疫苗 就是拿着这个方法 就是那张纸 就是在门口和你落单 那个人一样 它是直接 将那张单打到你的身体 让你的身体 立刻发出反应 比如说 原来你是需要 这种病毒叫领茶 OK 我立刻做一张纸 做了入你的身体 于是你的身体 就发出反对领茶 这种病毒的反应 而不需要 你这种病毒叫焗猪扒饭 好啊 那就做了入你的身体 那么你的身体 就会出现反焗猪扒饭 那种反应 是直接很多 是由你的身体自己做出来 而不需要 在里面厨房 那个人 那个大佬做给你 那么 中间就省了一个时间 所以会觉得 为什么这一次会这么快呢 而中国的方法 就是旧的方法 但是 由于是用国家级的能力 投放大量资源 投放大量检测 所以 那个速度很快 而其实mRNA 这种疫苗 大约十年前 是有人想出来 去开发 但是为什么 现在才能做出来呢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技术 是困难 储存技术困难 第一大家都知道 是需要零下70度以下的储存量 以及它是很容易 很难运输的 这个东西才是难的 但是经过 现在这个科技进步 就令到它能够 储存低温的冰箱 是可以用得到 而 它的运输的路径等等 也都成功了 所以才在这一次 特意在这一次有这个机会 令到这一种新型的疫苗出来 就是这样 而当大家听到 咦? 它病毒又是什么 有没有效的? 它mRNA的特性 就是只需要打入你身上 只需要对你身体提示 那个编码改一改 你的身体就可以立即有反应 我们说过那个时间 它只需要改一改那张纸 改一改那个讯号出来就可以 所以那个方法快很多 大约只需要四至六个星期 就可以改到一个编码 就比以前需要几年时间 它改了 又要大量再测试赛成一年 是缩短了很多时间 就是这样来 以前的疫苗说要这么多年 因为用的方法是比较旧的 但当然了 不是说没用是有用的 而mRNA 但是mRNA 很多人听到 为什么会有很多人 打完之后 可能会出现性命 出现性命 出现性命有关的东西 或者副作用那么紧要 就是因为这一种 是要激化你身体的免疫系统 去对抗 是很直接的 是激化 是不会隔一重 打到你的身 然后再去做 以前旧的那种 是需要打到你的身 还要加一些助剂 去辅助激化你的免疫系统 来对抗 所以以前普通流感的疫苗 副作用大约15-20%肌肉酸痛 1%发高烧 因为是旧式的 它是隔了一重去做 而这19病毒的疫苗 是直接很多 所以它对身体的反应也大很多 根据统计 是大约有 37%的人 会肌肉酸痛 刚才我们说 full shot 不过是15-20% 52%的人 就会头痛 59%的人 会无力 全身无力 而发烧的情况 是 到了16% 所以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有副作用 很重要 性命有关 这样说 性命有关的始终是很低很低 但是这些发烧头痛 武力的 其实是比一般full shot高 而且其实是有得医 即使说 我的臉弹了 是有得医 所以基本上 现在的问题是 新冠是无得医 大家要认清楚一件事 就是新冠是无得医 有些人就说 这个mRNA技术很卖弄 其实你用一个很卖弄的技术 就是去形容这个技术 就某程度上有些荒谬 为什么会用这种平台呢 就是你用mRNA 或者好像牛洋疫苗 用线带病毒呢 其实就是因为它们是比较快的 灭活疫苗呢 其实是要时间是 理论上是要比较长一些 而且如果它遇到一些特别或者变异 mRNA疫苗是可以六个星期就可以改 就是可以改到是 适应到新的变异病毒 而 传统灭活的那些疫苗 就要时间比较长一些 那这些技术 其实那些人说是很新的技术 其实就不是什么新的技术 就是 这些技术有了 起码都十几年的 那为什么现在 做一些疫苗出来 那么短时间 就是 是不是已经 你们 偷工减料 或者 没有做齐些东西 那 根据 很多 医学界的人说 就不是的 根据医学界的人呢 就是 就是 这些疫苗呢 就是现在香港特区政府 买了那三种疫苗 都是安全的 全部做了三期测试的 是安全使用 而且是有效的 那当然有些人在那里 讲一些信息 某一种疫苗 会有可能令到 什么纤维化 那些是没有根据的 到现时来讲 都是一些根据都没有 它说会 一些对身体有负面的影响 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 说话来的 因为 副作用 现在讲的那些副作用 其实是 很小事的 就是 不是那些人说到 世界末日一样 就不要打疫苗 就是现在有些人 怕副作用 那种心态呢 是没有意义的 嗯 就是 那个副作用 对比起19这种病来讲 或者新冠这种病来讲 是未不足到的 是可以医治的 就算感不幸 有副作用的 一般 就是他们是要你 打完之后 要你坐在那裡等一会儿的 那如果有气事上来 他们都可以 立刻提供协助 就算你打 之前已经讲过了 是 流感疫苗都是会这样的 就是都是 你打完之后 会坐在那裡等一会儿 跟着才走的 它怕你在路上出事 如果过敏反应的人 现在有一件事就是 有过敏反应的人 在英国来讲 他就不建议你打mRNA疫苗 就是如果长期 如果身上有过敏反应的人 他们的建议就是 你等第二个疫苗 现在那个 暂时的做法是这样 之后多些数据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究竟 你长期敏感的人 是不是可以打mRNA疫苗 因为现在是有些医生是紧张的 这一件事 还有有很多数据的 不用怕的 我们待会都会讲一讲 就是以色列 根本现在已经是 打得很快了 他们打疫苗 就是现在的老人家 已经打第二针了 如果你害怕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 以色列的经验 以色列它现在是 900多万人 它们应该三个月 可以打完那些针 现在他们估计 为什么它打得这么快呢 我们下一节都会讲 香港未必做得到这么快的 就是有些人说 有意志就做得到 其实香港的情况有点麻烦 因为有些人是 散布一些不实的资讯 就是说疫苗有危险性 就是夸大疫苗的危险性 夸大那个副作用 是不断有人传这些资讯 其实这样做是很 对社会很差的 但是有人照做的当然 这个没办法 我们踢爆了人 基本上就有一大堆人来骂我们 也是 有几个常见 关于新冠疫苗的问题 这个在薛达教授的Facebook 翻译出来 第一 那些人会问 新冠疫苗是否有效的 薛达教授给大家答案就是 是 特区政府买了三个疫苗 都是有效的 都是做了第三期的 临床测试 还有就是有效性是高过世卫组织定的 criteria 就是世卫组织定的准则 第二样 那究竟打了疫苗之后呢 那个保护可以维持多久呢 那现在是不知道的 因为现在那个数据是不清楚 因为现在那些人只是打了几个月而已 但是呢 就是疫苗的有效性呢 最少都是三四个月都是一定有的 那现在究竟长远来说 这个疫苗有没有效呢 遲些会知道 因为现在要从时间的推演才会知道 那有些研究呢 就说呢 这个就讲关于这个 moderna的mRNA疫苗 香港就没有卖的 那他就说呢 基本上呢 这个有效性是超过三个月 和所有疫苗 都是有一个很强的免疫反应 可以弄到你 那你就是对这个新冠是有保护作用的 好了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问 究竟 这些疫苗 对不对抗到这个变移新冠呢 就是现在有变移新冠 在日本呢 刚才我们说过 英国和南非 那当然有些科学家就觉得 喂 可能会有问题 那之前呢 有一张论文呢 他就说 这个要讲 N501Y 就是那个变移呢 是不会影响 那个mRNA疫苗的表现的 那拉斯特教授就认为 这个变移呢 也都是不会影响 就是滅活疫苗 也都不会影响 这个线病毒的疫苗的 那就算是有一个变移 会影响这个疫苗的表现 那这些疫苗是可以改的 尤其是这个mRNA 是可以改得很快 那没有问题的 那有些人问 就是这些疫苗 就是新科技来 那其实是否真的给人体用呢 那滅活疫苗 就是好像Sinovac的疫苗 就是科兴疫苗 或者是 另外一种 那他们是用这些科技 就是用来做 甲型肝炎 和风狗症的病毒的 是长久历史 绝对安全 那mRNA疫苗 这种科技呢 其实差不多整个十年了 那试过很多次都是做一些人体测试 一期人体测试 两期人体测试都有做的 那都是安全的相对 那还有这个线病毒疫苗 那就是伊波拉的时候就试过用 那足有数据 是证明他们 在小孩子身上用都是安全的 那第五个问题呢 就是说 那些疫苗很急啊 究竟那些 就是药厂 和那些 政府有没有 偷工减料啊 不拿正来做啊 那施达教授的答案就是 就是传统疫苗要做出来呢 那时间是很久的 因为有钱的问题 也都有设计的问题 还有监管的问题 整天都会很长时间的延误的 那因为19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有很多政府部门啊 药劑公司啊 是一起努力地做好这件事 那其实还有之前是一直都有研究 这个SARS和MERS的病毒的嘛 那现在是那些 那些临床测试呢 都是做得很高标准的 就没有偷工减料 或者说 有没有 有些事情不做啊 那这样其实是没有的 那现在是要做越快了 当然 是 有了经验 有了 有了经验 有了技术就其实是 快很多 开头盲头 烏鹰 你又要 是慢一点 那所以其实 即使说 它变了种啊 那大家都不要失去希望 啊 其实没什么的 大家对人类要有信心 嗯 整体来说 大家都是命运共同体 那好了 就 有些人说 那个MRNA疫苗 会改变 那个DNA 是不是真的呢 那这样 那其实就不是真的 就是MRNA疫苗 基本上就改变不到你的DNA 那现在其实已经有 二千四百万人打了MRNA疫苗了 那其实就没有问题的 安全性 绝对没有问题 那当然了 就有风险了 那尤其是MRNA疫苗 那个对于敏感 有敏感史的人呢 或者过敏史的人呢 是会有大一点的影响的 就是副作用 那其实就可以 有过敏史的朋友 就打另外一种疫苗了 就不需要那么紧张 说不要打疫苗 不是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问究竟 大妻子和小孩 那大妻子和小孩 这个就要时间了 那要时间 现在就不需要打住的 那跟着到政府 有了那些数据出来 说是安全 那是可以打 所以根本都不需要那么紧张 整件事 我没有完全说了 涉达教授说的 但是涉达教授说的 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 信息告诉大家 这个疫苗是没有问题的 不需要担心 那有很多人是会害怕的 很多人是觉得这些疫苗 是不是那么行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 那是的 那也不是只有他这么说的 其实 就是有很多教授级的人马 都是认为这个疫苗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尽快去打 是 其实就是无论是哪一种疫苗 都是有话后的 是 想这件事快点完 就一定要齐心合力 是 那这些大家看到就照去打 那当然有些人现在是继续散播一些要言 就说这个有些人提出来的问题 说质疑是有根据的 很坦白说 就算你的质疑是有根据 我也是不会理的 因为现在不是 那些 说那些 那些 拿市民来做白老鼠 为人家测试过了 就是 有经过长期测试的 那当什么白老鼠呢 拿得出来的 全都是安全的 是不是 就算是 那麽不幸 打到你身上 有过敏反应 都是可以医治的 而新冠是不能医治的 这个就是这个分别 那 那 就是有些议员这样讲话 这个 拿些疫苗出来 当是白老鼠的 他讲的话是毫不负责任的 是阻碍着抗疫的工作 这个就是做议员的 现任的议员 这麽可惡的人 你听他讲 是不是 如果真的很多人听他讲 哎呀 个个不敢去打 疫苗出来都不敢去打 那怎麽算呢 那整件事就没完没了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真的 都要认清有些症棍 在这个时候上 还想打算在这些话题上 撈油水的 是非常可惡的 不要紧了 那就是 没办法了 我们做这些工作 都是没有人多謝的 不过不要紧了 那这些时间都差不多了 就是 盡量解释回 解释得不好的 留言 我们再解释一次 不要紧了 是 因为有些事我们都 有些事我们都不懂的 我们拿到个资讯 告诉大家 就是 就是 总结了一个资讯就是 都是一条 记得就可以了 就是有疫苗就快打 不要紧了 不要紧了 就是 有疑问的 可以问你自己的医生 可以问你的医生 是的 就不需要 就不需要 听一些 什么 什么 网上资讯 其实你问自己 你信你自己的家庭医生 你有个双熟医生 你问他 他一定会回答你的 难道他会骗你吗 跟你相处了这么多年 对吗 那好吧 这段时间差不多 拜拜 拜拜